您在刚才开始的时候说 您六四登上杨树春晚 我们的导演特意剪了一个小片 然后把您这些作品汇总了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来 感谢导演 过去我就一说到这吧 这眼泪都哗哗的 你说今儿个啥都没有 现在天堂都吃好东西 你还能掉她眼泪呢 不是 我今儿得掉眼泪 我得教育教育她 那也不能伤己 那三张票有问题吗 没问题 那真有本事 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 下铺 太好了 下铺 弟妹 她的牙疼她真的给她吃药啊 老男手处这哪儿心情啊 对 她是该吃药了 这怎么不吃了 吃饱了 没吃饱 没吃饱 吃包子 我等着吃鱼呢 没有鱼 有鱼 没有鱼 鱼来了 有鱼吧 不是 那 大爷 你和大妈结婚多长时间了 五十年了 哎呀 五十年了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 这怎么做到的 我把他名忘了 哇 又唤起了好多回忆啊 像我们这个年龄印象深的就是那个 二次看过正这个老人的这个 对对对对 要吃鱼的这个 这个作品呢是河北的取一家协会主席 陈彦君写的一个本子 这是我六个小品当中通过最顺利的一个小品 一眼过了 没怎么修改 可以 郭达菜名 这是舞台上一个黄金搭档 这个突然您要插进来 要跟他们形成一个铁三角 这个是不是一开始会有点难度 哎 你还别说 我们三人合作的频率还特别多 跟我们说说 生活当中菜名是什么样子 是也像在舞台上这么毒舌吗 张嘴就怼人是这样吗 菜名呢 聪明 另外呢 他也比较强势 有时候你像我们三个人 弄本子 有时候郭达也出一个 哎 说这时候 咱们说一句这个话 肯定是好 他一说出来 菜名就说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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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头 这就完了 另外他挤的人 他拿别人开玩笑 我这人腐色比较黑 所以他说了 五点钟以后你要找李老师啊 得拿棍筒 筒着硬的就是霉 筒着软的就是李老师 他还说了这话 您没生气吗 互相开玩笑 那您怎么跟他开玩笑的呀 不说不笑不热闹 那郭老师呢 说起郭达了 我们因为都是好朋友 孔帆森大家都知道 党的好干部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 孔帆森的女儿 嗯 说正要上学 嗯 那么郭达提出 说你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大学毕业 所需要的费用 我来资助 哎呦 孔帆森的女儿 婉言谢绝 嗯 这就说明郭达这个人呢 非常善良